大家好我刚经营一个大线级了爱情的游戏玩家 今天我们打下太空2 最近说老鼠的视频也有点多了 发现他们并没有学到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猫 首先说一下支持卡是带错的 并没有带猫叶 带着心灵手下 但是问题也并不算特别大 特技的话我一般会带弹反 开局老鼠已经知道我的位置 那么这时候老鼠出哪里好呢 领航直搬休闲舱 如果你觉得你速度够快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去实验舱和猫抢一下视野 但是危险性特别大 因为有远事的原因 所以我第一时间是知道实验舱是并没有人的 所以这时候猫出的位置就是领航直搬和休闲舱比较多了 这时候剑飞也踩中了夹子 我手上拿了个高尔夫 因为我比较喜欢弹反 所以我决定用弹反直接带走他 所以我就没拿拍子 大家注意到弹反有个优势 就是弹反打中老鼠之后爪刀是不进入冷却时间的 也就是说你就算是剑克莉莉黑如打两刀的情况下 你剑克莉莉也会直接倒地 这就是弹反的优势吧 那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太飞在上面搬奶了 侦探在下面退奶了 那么救人的肯定是剑克莉莉 所以这时候我们先放一手夹子 准备抓一手太飞 如果抓到太飞的情况下就比较舒服了 但太飞直接跑了 然后看到有人踩夹子 我就上去一个爪刀一个捅盖 这也犯了一个比较低级的失误 因为他是剑克莉莉 所以他不会倒地 然后他又救下了剑飞说真的 这一波非常难受 并且我没有带猫叶 所以这个位置算是卡住我了 黑鼠丢了一波大节奏 但是还好第一时间剑飞并没有走 他拿了一瓶隐身 然后就被我抓到了 说真的还算可以能接受 回去的时候被剑克莉莉堵到 直接开了个风 然后丢了个罐子 直接破掉了一层盾 但是对黑鼠的影响 其实并不算特别大 第一我有一层盾 第二我有捅盖 所以他这一波 基本上是救不下自己队友的 这时候我们先放个捅盖 然后买一手夹子 这时候剑克莉手上也有罐子了 所以我们再放夹子的话 很容易挨打 所以这时候我们直接放到右侧 拿一个全力打 看能不能秒掉 但是全力打失误了 如果这个全力打没有失误的情况下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全力打失误就没办法 这时候剑克莉莉的罐子中了 然后他往右侧走 他应该是没有注意到这个夹子 然后人就直接没了 并且第一件事我们发现了 他是没有铁血的 所以说这个剑克莉莉 最少要倒地两次到三次 如果黑鼠想赢的情况下 这个剑克莉莉是不能抓的 如果抓起来的情况下 这个火箭还是能挣扎一手的 虽然我们有盾 但是你不知道老鼠上 到底有没有满蓝怪 那么就很难受了 那么这一波基本就又要丢掉一波大节奏 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被救了 我们再去抓剑克莉莉 这样的话就直接秒飞剑克莉莉 算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道打法主要是稳 优点就是我们可以摆卖飞一个 缺点就是奶酪会丢几个 但是问题也不大 一个爪刀 任何老鼠在外太空停留时间过长 是很容易倒地的 包括黑鼠在内 抓到阵弹之后 我觉得哪里有火箭 我就把哪里了 毕竟黑鼠这种状态 随便过来两个道具 我可能就没了 反正那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三个夹子 这时候我的布局想法 就是让老鼠从上往下救 不能从下往上救 因为从下面往上就说白了 救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我们这样放夹子的话 其实老鼠它是有一定难度的 第一个位置就是登上面 它从上面跳下来 直接救下自己的队友 不能踩下 但是有一个问题点 我黑鼠带的是急晕 如果被我发现的情况下 我一个爪刀 它可能就直接踩中夹子 然后被我直接秒掉 并且这时候我们发现剑飞的位置还在领航舱 它这时候想过来 其实基本上已经救不到队友 顺便我们再补一下状态 这里我说一个点隐身 如果采用碎片的话 它是有音效的 所以我觉得老鼠从左侧来救的概率比较高 它从右侧来救的话 它也要跳平台之上 躲了一个炮 这时候发现太飞来了 这个太飞说真的有点有 然后一刀它就没了 这时候太飞选择主动采架 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夹子飞走了一个是被标枪打飞的 剑飞这时候采中夹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直接带走它 也算是比较失误的 但是问题也不大 我们等一下他们的无谓消失 因为统改好的情况下 我们只要犯个统改 就算他隐身 他也是救不下自己的队友的一个爪刀 一个叉子 直接带走 个人感觉如果你打老鼠 节奏快不快是看侦探的 但是如果能不能逆转局势 就认为如果真的不稳的情况下 那么你这一把基本上可以说已经输掉了 其实这把打下来 你会发现我黑鼠的失误是非常大的 但是老鼠的失误比我的失误还大 所以我就赢了 最后侦探也没有救队友 他选择直接放弃队友 让我选择三飞 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 当然了 如果你觉得还能打的情况下 也可以尝试救一下队友 但有个问题点 就是这个无谓走廊的情况下 他怎么走 一般的情况下 他是走不掉 所以个人感觉他救不救 其实区别也不大 最后看着压黄离我而去 我莫留了伤心的眼泪 我知道时候该说再见了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还有一件事 你们应该知道 我需要什么吧